八股山于12月12、13两日上午 分别在农产寺及中华佛教文化馆 以祈福法会结合园优会 邀请大台北350多户关怀家庭 共同参与本年度的岁末关怀活动 此项关怀行动 本是延续60年前 冬楚老和尚在中华佛教文化馆 开办的东令救济 圣言法师曾经描述他的恩师 在生活上是极为的节俭 但是在帮助穷困家庭时却至为慷慨 时至今日 民众响应捐助物资已久热情 除了食物和名声用品 还有台南纺织厂 常年提供崭新鞋尺寸齐全的衣物 也有住在天母的民众 捐出数百件全新碗盘瓷器 此外在地的冀职院校 也招募美容美法科系的同学前来一检 期望每个关怀家庭 都能有迎新送救过新年的欢喜 我们就讲说 失与受之间都是彼此在重点 虽然有时候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帮助 但是我们接受人家的帮助 也是成就关怀的重点 这就是一种外面跟心态 黄山创办人生也失误 对人生的免利 说人生要在平淡之中求进步 又在坚困中建起光辉 人生要在和谐之中求发展 又在努力中建起希望 人生要在安定之中求不足 又在乱连中建起庄严 人生要在沉默之中求智慧 又在佛耀中建起悲烈 以舍柴互蝶的故事为誉 期盼大众珍惜生命 爱护自然的方丈和尚 也感恩各界对于法古山的信任 护持 让法古山能结合学校 及政府单位的力量 共同成就对于社会的关怀 我觉得不管是方丈的开示也好 或者古人法师 他们各方面就是给大家的一些鼓励 我会觉得来到这边让我感觉到 心境会变得很平和 然后真的也看到很多的师姐师兄的那种 无私的付出让我会觉得很感动 然后他们又有用心替大家举办这个园游会 我觉得让我们感觉是 呃就是真的是满满的行囊 然后收获满满的回去这样子 平常很少有机会就是有可以来做一个睡末关怀的一个活动 那法青可以走出得柜 然后到户外来 其实我觉得很好 然后也可以带给社会大众其他的不一样的一个观感 其实法古山其实是一个有 其实也是一个有活力的地方 然后也是有年轻人的地方 所以来到法青其实是借由一个比较活泼的方式 比较轻松的方式 可以来认识法古山 那因为这次的活动呢 法青其实有参与了表演 摊位的认领 还有物宝熊跟大家合照的部分 所以其实很欢喜 法古山慈善基金会表示 年终的岁末关怀 除了提供关怀家庭年节礼金 及物资援助外 并且透过百年数人奖助学金 定期喂房等方式 陪伴需要帮助的民众 及时传递社会的温暖 同时也欢迎大众加入义工未访行列 在学习奉献当中 共同建立人间净土